台东故事馆第二次招标之后 同样是以刘彪来作收 目前第三次招标已经公告了 23号下午台东故事馆迎来成品退场之后第一场活动 故事馆的招牌也换了新装 文化处表示在新厂张建筑之前 会不定期来举办艺文活动 换上新招牌少了成品两个字 短短两句话令民众多了奋对台东故事馆未来的期待 自成品退场后台东故事馆历经第二次刘彪 尽管有四间厂商投标 因为打相关标准而再度流标 我们觉得在对的时间找到对的人可能更重要 经过两次第一次没有人投标 第二次领标的有九封 然后四封进入到我们的评审 可是我们的评审对于台东故事馆的未来 有很多的坚持跟期待 所以我们第二次还是以流标作收 资格符合的有四家 可是他们的经营的理念 我们觉得在艺文的部分 在阅读的部分 在人文的部分 似乎还有进步的空间 台东故事馆第三次招标已在网上公告 并将投标时间拉长为一个月 让友谊者有充分的时间准备 文化处长也表示 在场上进驻前 故事馆将不定期的办理艺文活动 后续也将有一档展览进行展出 我们会不定期的像今天这样子办一些音乐会 然后我们也策了一档展 已经正在策展 预计这个展会持续一个半月 也就是说我们的台东故事馆 在新的厂商进场装修之前 我们是不会让他闲置的 23号下午 县府将吹南风扇音乐市集 已是故事馆内 设有表演空间与市集用餐区 尽管不少民众对成品退场仍表遗憾 但也对未来故事馆的发展相当关注 就是因为他之前是成品 然后就是比较属于一个艺文的场所 但是他现在离开就觉得很可惜 然后我现在想到我觉得 因为就是旁边的那个设计中心 我觉得他们的展间可能有点小说 或许这边也可以成为一个展览的空间 看行销台东的一些名产 一些重要的事 重要的东西 让每一个县市认识台东 希望台东未来这个地方 可以变成一个给青创 就是返乡创业青年的一个基地或空间 或者是文创 艺文类甚至阅读类的 就是不要跟之前差太多吧 因为之前这边是成品 对 知识交流方面 然后让台东人 就是能够维持像以前那样子的风气 室内的比较少 都湖外 那下雨天的话就可以来室内 对啊对啊对啊 可以设计成小孩子可以来玩的地方 或者是常可以办活动 就可以有市集这样子 周末六日都可以来玩这样子 台东故事馆前身为台东地震 书屋所历史建筑规模约为300平 于5月6号完成第二次评选 因投标厂商未能达到评选委员会 标准而留标 第三次公告招标将于6月12号解标 记者江碧任台东时报道